如果突然有一天,一头猪告诉你,它是人类的救命恩人,你会怎么做? 炭烤乳猪,科学研究院解剖,还是嬉戏睡不住? 今天这个故事就有着异序同工之妙 沃森和爱马坐了一艘飞船,进行太空蜜月旅行 就在准备返航的途中,他们发现距离地球1800万公里 距离它们50公里处,有一颗直径大约10公里的行星 据计算,这颗行星在18天后就会降落地球 可令他们更为震惊的是 同地球联系时,地球方向寂静无声 仿佛整个人类世界都休克了 而就在10分钟前,它们还与地球通了话 轻急之下,它们将一台发动机脱离船体 向那颗行星发射过去 一道强光闪过,小行星变成了一个火球 被炸飞的岩石碎片如同点点星光 从小行星上放射壮地飞散出去 最终爆炸的发动机在行星的表面 留下了一个直径3000米的巨坑 这与木林沃森和爱马机动相拥 因为它们使小行星成功变轨 小行星将不会撞击地球表面 并且将在58037公里的轨道被地球捕获 成为一颗地球卫星 它们带着救世主的喜悦和自豪 又剩下了一台发动机向地球飞去 可下一秒,计算机屏幕显示的画面 立刻将它们打入了地狱 它们发现地球上的大陆变成了 白厄纪晚期的形状和分布 种种迹象表明,它们误入了时空助动 来到了6500万年前的白厄纪 所谓时空助动,就是人类利用时空签约方式 进行恒星计航行时 恒星飞船在发射点留下的一个或几个助动 这些助动漂浮于地球周围的太空中 通过这样一个助动,你的空间位置不会改变 但会产生时间跳跃 如果不慎误入它,只要沿原航线回航 从相反的方向再次通过它 就会精确地回到原来的时间 此时艾玛和沃森的心沉入了海底 因为它们明白,刚刚推开的 就是毁灭恐龙的那颗小行星 这一结论计算机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转眼间,它们由救世主变成了魔鬼 此时它们只能用人责原理进行自我安慰 它们相信人类是万物之灵 宇宙最终还是会选择人类的 即使将要返回的世界与来时有所不同 但人类肯定会有,文明也会有 于是它们调转航向 使飞船精确地沿原航线驶去 当飞船再次穿过柱洞 一直寂静无声的地球方向 立刻传来了嘈杂的无线电信号 只是那些信号停上去 是一阵阵低沉的鸣叫声 地球方向仍然没有回答 令它们感到安慰的是 地球上的大陆又恢复成它们熟悉的形状 最后它们降落在太平洋上 耗尽燃料的飞船沉入海底 它们只能依靠一个小救生法 浮在海面上等待救援 半个小时后,它们看见了一艘大船 艾玛激动地喊出 啊,真的还有人类 之后它们被这艘大船救起 然后被带到了船长面前 可是这个船长说的是 类似于古拉丁语的语言 在计算机系统翻译的帮助下 它们才得以顺利交流 船长说道 你们怎么敢独自在海里飘 不怕被吃掉吗 沃森和艾玛很不解 被什么东西吃掉 顺着船长手指的方向看去 刚刚还十分平静的海面 涌出一个个大浪包 一头头体型巨大的怪兽跃出海面 它们立刻明白了 6500万年前干的那件事 所带来的后果 恐龙一直活到现在 一只恐龙向它们所在的船游去 巨大的身躯立刻将船置于阴影中 皮肤上纵横交错的黑色血脉 像缠绕在灰色山峰上的藤蔓 巨大的粗警向前探出 一双巨大的眼直勾勾地盯着它们 在那阴冷的目光下 艾玛害怕得快要窒息了 可船长却说 不要怕 它不会伤人的 这是动物园 果不其然这条恐龙只盯了一会便转身游走了 它们不禁感叹 人类居然驯化了恐龙 真了不起 接着沃森发现在天海连接处 有一片高度惊人的柱状物 云层也只在半腰处漂浮 据船长描述那是一片一万多米高的流群 但却只有百层左右 每层有上百米高 多么雄伟的宫殿 真是伟大的人类文明 艾玛和沃森发出由衷的赞叹 可船长无法理解它们的表现 只说那些高楼是游客间 游客 沃森才想起来 这里是动物园 可它们还没有看见游客 是时间还早 动物园还没有开门吧 艾玛说道 船长用惊诧的目光看着它们 又转头看向海面上的那些恐龙 就在此时 恐龙群发出了一阵吼叫声 艾玛和沃森的脑海中 瞬间炸响了一声惊雷 就在此时 恐龙群发出了一阵吼叫声 艾玛和沃森的脑海中 瞬间炸响了一声惊雷 那声音不正是它们穿过柱洞时 从地球接受到的低名吗 联想刚刚船长的动作 以及百米一层的高楼 它们终于明白了 宇宙没有选择人类 在它们的时间里 人类文明在地球上达到了顶峰 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机遇 而它们以人类的字符 把偶然当成了必然 现在大自然制出的进化硬币 翻到了另一面 它们确实处于地球文明的动物园里 但恐龙是游客 人类只有两个用途 被圈养在动物园成为观赏人 或成为恐龙们的食物 也称为菜人 听到这里 它们彻底绝望了 正当沃森打算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时 艾玛却突然用手指向天空 它发现了一颗熟悉的行星 船长介绍道 那是一颗差点毁灭地球的魔星 恐龙们曾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发现救世主用一次强烈的爆炸推开了它 使游客们的先祖免遭灭绝 对它们来说 救世主是至高无上的 城中最高大的建筑 就是它们用来朝拜救世主的教堂 船长的一番话让它们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 进化的命运是冷酷的 它们应该抓住这些机会 不向命运屈服 既然已经无意中改变了地球的历史 那就再改变一次吧 计算机中储存的 改变小行星轨道过程的资料 足以证明它们就是那个伟大的救世主 它让船长告诉那些恐龙 推开某项的救世主就在这条船上 而且有足够的证据 随着船长的呼唤 恐龙们停止了戏耍一起转向它们 接着所有的恐龙开始向它们的大船游去 没错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想到吧 这开放式的结局简直让人发疯啊 那么艾玛和沃森的命运到底是如何呢 恐龙们又会如何对待这两位救世主呢 各位咱们评论区见吧